哈喽各位小主们晚上好啊 随着天气转凉 除了今天的黑白灰 占据衣橱里面积最大的应该就是蓝色了 无论是深蓝或是浅蓝 出镜率都相当高 日常的大衣 衬衫或T恤 配饰等大品 都可以选择最必用的蓝色来进行搭配 干净沉稳的蓝色饱和度与亮度十分高 如衣一白星点亮夜空 澄澈而柔和 让人不禁想起黎明来连前的朦胧天色 李庆最近在微博晒出一组美图 并配文赴一场十年之余 照片中他穿着蓝色套装 长发披肩 女人美十足 被气球包围 露出甜美笑容 谈风润身着 Red Valentino 睡蓝色 拎花长裙 搭配Stuart Weissman 高跟鞋 甜美不失优雅 Harry Winston 珠宝配饰更天精致 让人心动不已 刚从巴黎时装周回国的张俊明 身穿蓝色水手服牛带外套 搭配林格长裤修衔不失精致感 亮皮长靴帅气十足 甜裤小姐姐再次上线 蓝色外套搭配长裤 条纹上衣 搭配青色手带 凌远配戴戒指 助阵巴黎时装周 体衣裤进十足 刚马耳干净利落 模特居小文身穿Tone Brown 粉色超大款西服外套 搭配灰蓝色西装白着裙 还有粉白相间的袜子和粉色皮鞋 粉嫩娇俏 活泼可爱 周冬雨身着印花衬衫和阔腿牛仔裤 轻松自在 每次点缀的脏蓝色 卫雷帽 增添几分 优雅俏皮 赞发浓 透秋日氛围 换上拼色挺绪 搭配蓝色格子短圈的她 头大红色 卫雷帽 不古英伦淡而十足 又不需少女气息 前往影蓝时装周的 腰臣身穿印花卫衣 内套两黄色丝织衬衫 下身搭配一条蓝色牛仔裤 背着红色流苏背包 既修旋大方 又显得活力十足 秀场上 从Christian Dior的剑片薄纱 到Alice Up的仙女群 从Gucci的四绒外套 到Max Mara的风衣 大牌设计师对蓝色的偏暗 向来不曾遮掩 若草帅将它与荧光色等亮颜色调搭配 会显得层次不清 给人造成繁琐凌乱的印象 但与粉色米色等中性颜色的搭配 却好似与生俱来 轻微的色彩变化相互交融 传递着低声细语般的优甲魅力 想要颠覆极简风格 带来的常规造型 不妨尝试运用紧红色 柠檬黄色进行碰撞 柔和精致剪裁与刺绣 印花等细节设计 摩登复古的同时不失活力格调 蓝色兼具大自然的神秘感和现代都市的轻快感 与丹宁材质紧凑的编织结构 无论怎样搭配 都能产生共鸣 精心制造一场丹宁与蓝色的偶遇吧 是一种略带狂放的性感难以抵抗 想好看星空中最耀眼的那束光芒 在如梦似幻中 带来天洁夜色阳如水的视觉感受 被蓝色沾染上的四绒面料 同样得意中换心机 无论是用简约卫衣扫除搭配上的困惑 还是用西装外套成就日常出阶搭配 抑或接长群将女性的极致 优美展现 都能瞬间激活时毛细胞 让飘逸与反复交织 亮眼独到 在不能熟练运用大面积蓝色进行穿搭的情况下 鱼器之末结束点睛同样能彰性品味 蓝色脱爬时与太桑齿银润饱满 鲸鹤鱼指尖或缠绵鱼搏梗 暂发着犹如广袤海洋的无限生命力 在行走的脚步间碰撞出叮当声 轻松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此外 蓝色的绑带高跟鞋 也是装点造型的利器 无论是搭配带裤或裙装都能轻松胜任 很值得尝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